现在到了柏基天桥上 我再把他把口罩给摘下来 因为要是在室内的话 还是觉得有点危险 那现在在天桥上 这里风景就蛮好的 刚才午饭吃那个蹄花 吃得我有点太撑了 所以我得走走路 散散近 然后再回去 今天我给我妈送药 就没有自己再送过去了 我就找了一个小送 然后提前送 然后一个小时就送到了 就挺方便的 我现在终于今天是第一天 到外面餐馆了堂食 然后其实也是在室外的 所以比较安全 给大家看一下 老妈蹄花的总监 不过我觉得 这个老妈蹄花我倒不信心 因为我在英国 是能吃得到蹄花的 但是我吃不到这个菜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 小白菜 我不开玩笑 我十几年没吃到小白菜了 所以今天点一个 这个是兔头 因为小白菜 我就算回北京的时候 也没有也吃不到 因为超市里面也找不到 然后外面餐馆也没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南方才 才有这种小白菜 但是我超喜欢吃这个菜 都有三年 都远过去都在排 人家都是排 在这里排去做有三 找了那么久要吃豆浆油条 都没有找到 最后居然是在麦当劳找到了 我住的这公寓吧 有这么一个观光电梯 但是很久没有人打扫了 已经好像也没什么人用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不爱做这个电梯 我挺喜欢这个观光电梯的 我要跟大家说 我到成都以后 这边真的天气 现在都已经十一月份了 天气居然还这么暖和 因为在北京的话 是百分百是需要开始开暖气的了 然后我在伦敦的话 这个时间也 我从十月中旬的时候 伦敦就已经在开暖气了 就是外面大概可能是 那时候已经就是十五六度左右的温度 然后晚上会降到可能五六度左右 就十月份的伦敦就已经开暖气了 然后今天都已经十一月十一号了 今天外面的成都的气温居然二十度 所以我穿个毛衣出去 我都觉得热呀 我真的真的恨不得穿裙子 然后刚才我穿那个就是 那个家居服的话 其实我觉得本来应该没事的 就是我就觉得穿那个就是圆领的 可能稍微正式一点嘛 拍这个视频的话 结果还是把我热的一身汗 所以我现在换了那个 就是这个很薄的这种 夏天穿的这种家居服 这样子来做下半段 好不都说废话了 然后继续讲 然后刚才刚才我讲到呢 我在那个贝壳找房那里找了 找了一个酒店式的公寓 然后因为只有这个酒店式的公寓呢 它是因为什么 它就是平时啊 这个房子的地段是非常好的 它就在春西路市 就市中心在成都的市中心 然后它这个是个零开间 就是没有厨房 因为它是酒店式公寓嘛 谁会有厨房呢 就是只有一个厕所 其实就跟我在农泉义住那个 住那个四星级的隔离酒店 是完全一样的 连面积其实都大小都差不多 那么只不过它那个农泉义的 那个宾馆呢 它原来平定的 它其实原来平定的四星级 现在我觉得 现在也未必能平到四星级 我觉得现在 现在它那个能平的三星到四星之间 我就觉得就它那个规模 但是它那个 其实它那个房子修的挺好的 不是春远的 我说的是农泉义的 那么这里的这个酒店式公寓呢 它楼下的话呢 它有一些就是那种小型的酒店的集团 把整个楼层包下来了 然后就专门做酒店的 那种可能会稍微专业一点 但我估计也就是三星吧 就楼下那种专业的 集团做的那种 连锁电视的这种酒店 我觉得也就是三星 那么我后来 我当时看中了好几套 这个这栋楼里面正在出租的 然后上面写的 我特意找的上面写的房东写的是 租期不限的房子 租期不限的话 就说明可以短租嘛 那有些它租期上面会写 6到12个月或者怎么样 那那种情况下 我就没有办法短租 所以我特意找了租期不限的房子 那就是说至少房东是可以谈的 可能两三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这种啊 然后呢 我当时找了几套 然后看了一下呢 就是它这边 就是它 我就这种房东自己往外出租 它都是房东 房东登的广告嘛 找中介 房东直接签给中介登的广告 那这种房东 直接把房源放出来的 就是这种房子呢 它一般来说 它就 它肯定就不是那种楼下那种 直接就 全部签给那个酒店集团的那种 连锁店的那种 它就是一般就是说 它会找一些 叫什么 酒店的经济管理人 这个楼里面也有很多 就是这种 它比如说那个 一个管理人 它可能就是一个酒店的 这个叫 也不能叫酒店经理 他们就是自己 自己做这一行的吧 做民宿的吧 换句话说就是 相当于是民宿 但它也是按照酒店的整个模式在走 但只不过说 它就没有形成一个集团性的 或者一个 特别 正规的一个 公司 或者它就是可能有点像那种 民间说的那种包租婆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包租 比如说它在这栋楼里面 它可能不分楼层 哪个房东愿意把房子租给它 它就把这个房子租下来 每个月付房东一个固定的 比如说每个月一千块 或者两千块 我也不知道具体多少钱 猜的 多少钱 然后呢 好 以后呢 这个房子就由我来负责租出去 当做酒店或者民宿租出去 那么呢 我就赚这个差价嘛 包括我还要管理费 管清洁费 这个那个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那么 那么这种房子呢 其实像原来 我后来有问过 那个就是旁边的一个 这种管房子的民宿的这种老板娘 我说那这个房子 就是说原来的话 就疫情之前 2020年疫情之前 你们能租到多少钱 他那那个时候的话 至少能租150到200一天嘛 那现在的话 他就基本上租个100 100到100 23就已经很不得了了 就差不多 不能说打了半价对折吧 但是也差不多 就是说现在的价格 可能就是他 那个老板娘现在还在做酒店 不是像我这样的常租的 那么他说就是 基本上收入 就是房价的话 基本上就是打了个六折嘛 对吧 差不多六折 所以呢 那他们肯定日子就不好过 因为他们给房东的那个房租 他我不知道具体给多少 但是反正肯定 还有跑去他自己的各种管理 他说哎 怎么会扯到这里来了 anyway 然后呢就是我当时在贝壳找房子 就找到这种酒店式公寓 然后他为什么 本来平时这种房子 他是不可能整租出来的 不可能就是整租半年一年 或者三个月出来的 因为他做酒店的话 他拿的房东拿的钱更高嘛 因为他按天算 一天哪怕就是说 就像那个老板娘说的 现在一天一千块钱 那他一个月也有三千块钱呢 那也我现在的房租 才一千都不到两千嘛 所以房东肯定是愿意租给 租给酒店的 这样子 那么为什么现在他会愿意 拿出来放到贝壳找房上 给连家 然后来租给这种 像我这种 就是短租也好 长租也好的这种 长期租的 就不是酒店的这种房客呢 是因为现在疫情 然后就是旅行的人减少 你想想看 连我从香港到个成都 我还要七加三隔离 那比如说从省外到成都的 他们好像也要三天三减之类的 还是四加三什么的 我不知道 我具体不知道 反正就是现在大家都不旅行了嘛 航空公司也是 就是航空业旅游业 都是经济损失最大的两个行业 其实当时在英国也是这样 就是当时 当年两年前疫情的时候 英国也是这样 航空业基本上 还有的航空公司破产 中国的航空公司 倒是破产的很少 反正有国家那儿兜着的 Anyway 扯远了 所以呢 那么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房东才会把这个 本来原来是做酒店 是公寓的酒店的这种房子 这种开间 拿出来做短租 所以我就觉得 那太合适我了 因为我就是想找一个短租的 然后我也 我住在这里两个月 我也不需要天天做饭 我本来也是点外卖嘛 对不对 然后 而且房子又是酒店是公寓 我就拎包可以入住啊 因为我要租一个普通的明察 我还得去买被子 买床单 买被套 然后就是买各种各样的家居用品 你知道吗 但是酒店是公寓的话 我就拎包住住就好了 所以我就特别 就说这个房子 对于我来说是最佳选择 而且真的房租也很便宜 就一千多块钱 当然我自己要付水电费 物业费这些东西 然后呢 但是我就看中了 这种里面的两到三套房子 然后我就让那个中介 我说是这样的 我说我现在 我还在酒店里面 我当时还在农村医的酒店里面 我说我还在酒店里面隔离 我肯定没有办法看房的 我说只能是呢 你过去 你要么跟我视频电话 要么呢 你拍个视频发给我看 然后我就会 我就必须得 我说我 因为当时我看房的 我在网上找房子的时候 是在我在农村医隔离的第三天嘛 然后我当时 当时就已经那个 农村医的那个疾控中心的部门 已经在给我们打电话了 说那你下面要去的 那个地址是哪里 然后当时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本来是要去我姑妈家的 我说但是我 旁边隔离的那个朋友 他跟我说 如果我去了我姑妈家的话 我姑妈全家就都没法出门了 我说所以现在 我不能去我姑妈家了 我现在在另外找房子 然后疾控中心的人 人家要填表了 人家也不听你这么多 他就说 那我现在要填一个地址 你是要你七天集中隔离结束以后 你是要留在成都吗 还是你要去下面一个 另外一个什么省市的地方 我说我肯定留在成都 我就是我到成都来的 后来我才知道 我们那架飞机上 从香港到成都的飞机上 好像只有两个人 留在了成都还是怎么样 除了游客 除了那些游客 就是当时我在机场碰到的那些 从四川来的游客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我是怎么知道呢 因为后来我最后离开的时候 我不是拉着行李箱出去吗 然后我隔壁的那个 虽然大家都不能出门 但是大家还是能听到声音的 然后他就说 原来是你出去了 我说 我说怎么 他说在你走之前 前面有一辆大巴车已经走了 因为他从窗口那里 能够看到那个车子走吗 我说 我说但是我坐那辆车 加上我在一起 就我一个我 一个男生 就我们两个人 然后 因为他隔离都过很多次 他回国过很多次了 他很有经验嘛 他就跟我说 微信上跟我说 他说 他说那说明了 刚才那个大巴车出去 满满的拉了一车的那些人呢 就都不是要 不是成都的 就那个大巴车就把他们拉去 比如说 他们比如说是什么 什么巴中啊 或者是什么 什么什么 自贡啊 或者我不知道成都的那些地方 梅山那什么 就是那些 不是成都的那些其他城市 他所以他就说 他说所以刚才那个大巴拉出去 就是送他们去 比如说去那个 火车站 或者是汽车总站的 这样子 然后呢 第二个车呢 才是拉我们送到成都市内去的 因为那个车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嘛 其实我还不是成都人 你知道吗 所以只有那个男生是成都人 换句话说 我们星期天那天坐那个香港的那班飞机 从香港飞到飞回成都 实际上当时飞机上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成都人 其他的人全都是到成都来中转的 要么是中转 像我那个隔离的旁边隔壁的那个男生一样 是中转到福建去的 或者是厦门 或者是上海 或者是哪里去的 要不然就是这种中转到四川的其他城市去的 然后其实那架飞机上只有一个真正的成都人 而且我没跟那个男生讲话 搞不好他也不是成都人 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 然后呢 所以当时疾控中心就非要跟我要地址嘛 然后我就说 我说那这样的话 你就先把我姑妈的地址写上吧 我说但是我肯定不会用这个地址啊 然后那个疾控中心就说没事 到时候你在用那个二维码 扫那个二维码填那个申报 然后你再把你的新的地址申报给我就行了 然后我还要跟大家说一句 虽然我一直在填这种二维码申报 这个那个 但是到了我到第七天 我要走的时候 就是我要联系社区的车来接我 然后社区都说 街道办都说 我们这里没有收到你的那个资料呀 没有这个名单 我说我填了三次二维码 交了三次地址 为什么我待会还要讲 就是就整个过程真的超级复杂 大家听我讲完就好 希望啊 然后呢 后来呢 结果他社区还是说 根本就没有我的名单 后来我没办法 我就等了半天 打不打 那个疾控中心电话打不通 后来我就跑去跟酒店前台打电话 我说你一定要让疾控中心 给我打个电话 我说我二维码上申报 已经申报了三次我的新的地址了 因为我要改地址 我说但是今天 街道办都没有接到我的名单 也说没有这个地址 我说所以你赶紧让疾控中心的人 一定要给我打一个电话 要把我的那个地址换了 然后报给街道 我今天才能走 要不然我就走不了了 你知道吗 所以后来是那个疾控中心的人 后来那天 我记得都挺晚的了 都很晚晚 就六七点钟了 然后才给我打一个电话 然后就说 说那个酒店的前台 让我给你打一个电话 我说对对对 我说你得给我改地址 我说我明天一早 我就 是哪一天 是当天还是前一天 我忘了 我说你得赶紧把 然后我说我现在在里面系统 你的地址到底是哪一个 他就给我念出来 我姑妈家的地址 我说天哪 我说为什么我二维码 申请了三次 你们那个地址都没有改 他说我不知道 他说那好 没关系 你现在告诉我 你要去的地址是哪里 然后我就告诉他了 然后他说好 我马上就会报给社区的 我说行行行 我说千万别要耽误了 所以就这样 有时候 我不知道那个二维码 它可能是分开的两个系统 你知道吗 就是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种 你必须要所有的事情 都要不断的去 反复的确认 确认确认 不会出错 最后你才能够走 不然的话 如果我等到那个时候 等到第二天 大家那个 人家社区的车 都来开车来接了 然后发现 没有我的名单 其实到最后 也没有我的名单 但是不是因为地址的关系 而是因为另外一个原因 我回头 要讲到那里来 那么 然后你走不成 那不就 那不就全白瞎了吗 anyway好 现在讲完了这个地址了 就是 我要回去 然后呢 当时呢 我就让中介 视频来给我看房嘛 然后呢 中介就 专门就 第二天就跑过来 就是在我第四天的时候 就跑过来 我为什么着急 在第三天 第四天就去找房 就是为了我要在 我要在 居家结束 隔离 不是 在酒店结束 七天的隔离时间之前 比如说第五天 或者第六天 我就要把这个合同 房子的合同签了 我才能有那个地址 然后报给疾控中心 但是明白了吗 所以我在第三天 开始找房 然后第四天 中介就跑到 这栋楼里面来 把我要看的那三套房子 全部都跟我视频 看了一遍 那么其中有一套呢 就是他那个 房子装修也不是很好 然后景观也不是很好 就不考虑了 然后本来我最想要的 那个房间 就是那个 那套公寓 它都是零开间嘛 我最想要的那一个呢 它装修的实际上 是很可爱的一个少女风的一个 就是粉色系的一个装修 我本来是 那是我的第一选择的 结果呢 结果呢 那个房子 它可能原来租的 就是一个 长租的一个 可能我估计可能是个女生 然后就他那个 他那个网站上的照片啊 就是整个房子 装修的很好 然后也有被子 也有床 床垫 什么都有 就家具都齐齐全全的 结果到了现场 那个中介 跟我视频看房的时候 只有一个床架子 然后没有床垫 就一个空空的床架子 然后那个 其他的家具 虽然都在 但是就是 原来照片里面 所有的那些装饰品 就全都没有了 所以我估计就是 他原来可能是一个女生 住在这里 然后就是 那都是他的私人物品 所以他全都带走了 包括原来有一个 吃饭的小桌子 也都没有了 然后我说 其他的吃饭的小桌子 什么都到无所谓 我也无所谓啊 我说这个没有床垫 这怎么办 我说这个房子呢 我本来是我的第一选择 我说但是你问一下房东 他能不能给我配一个床垫 然后还有全套的床上用品 床单被套 枕头什么的 我说我到时候 我第一 要不然我第一天来 我睡哪啊 对吧 我从酒店 搬着行李箱过的 我也不可能有 所有的这个床上用品啊 然后当时中介组说 行 我到时候 跟你通完电话 我回办公室 给房东打一个电话 我说好 然后呢 然后我们又去看第三套房 第三套房也就是 我现在住的 住进来的这套房 然后一进第三套房以后 我就觉得 哎 刚才那个电话就不用打了 为什么呢 我一进出进来以后 我前面有发过 我这个房 这个公寓的视频嘛 就他全部的那个 家用的生活的 家居用品 全都是齐的 为什么呢 后来我 跟那个房东 还有 他那个酒店经理 在微信上聊天 才了解到 其实说 其实这个房子 它就一直是在 当做酒店 在出租的 民宿公寓 民宿在出租的 但是因为 现在不是生意不好吗 所以他的那个 他每个月能出租出去的 天数就很少 这基本上就 完全就不够 不够支付 他这些烂七八糟的 这些开销 所以这样子呢 房东就跟那个 酒店这个 这个经理就商量 说那我能不能把 这个房子挂到 挂到那个 贝壳上 找中介 然后就是先 长住几个月 或者是 等到疫情好转了 那个游客多了 我再把这房子 收回来 然后呢 那酒店经理就同意了 但实际上呢 就说这个房子 还是他在管理啊 他还是可能要 我估计可能要 收一定的管理费之类的吧 但是就 他就不用给 这个房东付房租了 因为我就在 给房东付房租了嘛 所以是 因为这么个原因 他才会出租 那么因为这样呢 他前面的那个房客呢 就不像 那个粉色系的 那个房子装修的那样 那那个房客搬走 就把自己的床垫 还有吃饭的桌子 什么床单用品 就全都搬走了 那么这个呢 因为他一直作为酒店的 所以他这些生活用品 就全部都在 那我就真的就是 可以拎包入住 那我就像我说的 我一需要买 这什么喝水的杯子呀 然后吃饭的碗呢 因为你住酒店的人 怎么会想到 要这些东西 他都根本不在家里面 吃饭的嘛 对不对 那我虽然点外卖 那有时候偶尔 我晚上饿了 想吃个夜宵 我也想自己煮点饺子 之类的东西吃 对不对 anyway 好 然后当时一进来看这个 你看 有床垫 所以有床垫 都已经变成一种奢侈品了 有床垫 然后而且还床上用品 全都齐全 有枕头 有被子 床单 被盗 全都是新的 我当时立刻就说 行了行了 那不用给那个打电话了 我就要这套了 就这样子 然后基本上看那个视频的时候 我就说要这套了 因为就这套我一看 我就是 我可以拎包入住 OK了 就OK了 然后这样子呢 然后我就 我就跟那个 跟那个中介的人说 我说那你现在回去 就可以开始你合同了 然后 然后 说到这里 跟今天要讲的故事无关 但是也是一个 就是如果大家像我一样的 就是要在一个 你去的那个城市 要租一套公寓 作为你的三天居家 监测的那个地方的话 当然你不可能只住三天 因为三天的话 那就相当于酒店了 它不会允许的 那我是一个 签了租房合同的 正式的合同 所以哪怕只租两三个月 但是我也是一个正常的 乘租的那个房客 你知道吗 所以最后那个街道 就是没有办法拒绝我过来 也就是 其中一个原因也就是这个吧 但是实际情况比这个更复杂 因为当时我搬出来这个合同 他们还是说我不能过来入住 你知道吗 这个我后面会讲到 所以我说这次可能要做三期节目 才能讲完这个 这个复杂的过程 我为什么要把前面 找房子的经理全部都说到 因为后面这些 就都会造成 就是我到当时 跟他们电话交涉 这个事情的时候 当时就这些 这些全都点 全都提到了 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并不是说 我在这里信口胡说的那种 进口派河的那种 然后呢 我当时就问中介 我说那就要这套 我说那你今天能不能回去 就把这个合同做出来 然后中介就说 说你要知道 虽然你只租两个多月 但是你还是要付一个月的中介费 我说啊 我说这也太夸张了吧 我说 我这个房租一个月就一千多块钱 然后呢 我只租两个多月 然后我还要付你一千多块钱的 那个中介费 我说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吧 然后他说不行啊 他说这是公司的规定啊 我说那你能不能跟你公司经理讲一下 给我半价 我说哪怕我付半个月的 对吧 我我我 因为我总共只住两个月啊 然后然后他就说 他说这个是不可能的 他说因为我们都是在那个贝壳平台上的嘛 他只要是在这个平台上的房子 所有的房子就都是一个月的中介费 你租一年也好 你签一年的合同也好 签三年的合同也好 我们都是收一个月的中介费 后来呢 我也有问我就是其他那个中介公司的原来有联系的那些人 我说我说我到底是被宰了 还是你们这个行业真的就这样 然后其他的中介公司的人说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样 不管你租的房子的长时间长短 我们都只都要收一个月的中介费 所以好吧 我也只能认了 对吧 因为我后来算下来总比我住酒店便宜啊 对不对 你毕竟是住的一个公寓嘛 然后你一个月一千多不到两千的房租 那肯定比酒店便宜啊 我住什么酒店也不可能这么便宜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后来就没有办法 那我后来就没有办法 就只好付了他们一个月的中介费 然后我当时就说 我说那今天能不能签合同 我说因为我得尽快签完合同 拿到这个地址 我才能够跟那个疾控中心的人汇报 更改我的新地址 因为当时疾控中心的人就说了 说你现在先把你姑妈的地址报给我 等到你找到你自己住处以后 你再把你的新的地址给我 这样子 所以呢 然后呢 他说哎呀 他说今天不行了 他说今天我回去 就是下午都五六点了 他说那个我们今天也不在什么的 他说而且我 我跟房东这边还要他们的一些材料 比如说身份证啊 什么这个那个的 然后也跟我要了我的身份证 什么这个那个的 手机号什么的 他说我明天早上把这个合同做出来 然后网签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是第五天咯 那我说也行吧 因为我想是第五天嘛 反正我还有两天的时间OK了 所以这样子呢 后来是到了第五天 第五天 我在酒店隔离的第五天早上 然后那个中介就把合同发给我了 然后当时我还 我之前我还问他 我说哎呀 我说这个签合同怎么办啊 因为我出不去嘛 对不对 我说所以 我说是你们把这个合同打印了 快递到酒店来 然后我再给你们快递回去呢 签完自赛快递回去呢 还是怎么样 然后他说没关系 我们可以在网上签 我说太好了 太好了 真的现在这种网上的这种签啊 真的给我省了很多的事情 包括后来我给我妈办那些 就是我妈的住院的手续什么的 那个这个那个的 医保卡什么的 后来都是在网上完成的 因为现在就完全 就因为疫情嘛 大家都没有办法 你知道吗 所以真的这个 能够往签合同 这个真的是太好了 不然的话我真的还很头痛 要快递来快递去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 那又要浪费时间嘛 因为你就算同程闪送的话 你也不能保证 你那一天之内 那你也签了字 房东也要快递过去签字 然后中介也要快递过去签字 这个折腾起来就没办法了 但是呢网签呢 那基本上就是两三分钟的事情 我们三方就全都签完字了 就这样子 然后后来 又因为那个电话号码 我留的那个电话号码 又是我英国的电话号码 又折腾 然后我说我留我妈的电话呢 他说不行要实名认证什么这个那个 后来最后没办法 就把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因为我英国的号码 他那个网上就没有办法 其实这也就是网签吧 就有这个必定 如果是打印出来的 那我们可以手改嘛 或者说是 或者是一个word文档改完了以后 再打印嘛 对吧 那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网签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走网签的流程 所以呢 我没有一个中国国内的 实名认证的电话号码 我就没法签这个合同 后来是怎么办呢 后来是把我妈的名字也放上去了 然后用我妈实名认证了的手机号码 最后才签成了这个合同 这样子 等于说这个房子 就等于是我和我妈一起租的 这样我才能够签到这个房子 所以我也不知道 可能因为我在英国很多年了 所以我已经没有英国的电话了 但是如果你们只是从海外回来 然后平时就是说 还都是在英国 那你们中国的话 那你们肯定有在中国的那个手机号码 这就不是一个问题啊 我只是顺便说一句 就是如果碰到有人有跟我一样的情况的话 那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用得上 然后呢 后来 终于后来是在第五天的下午 整个完成了网签 然后我把这个房子拿到了 然后我立刻就 我给钱台就打电话 我说我现在地址变了 我说我是怎么样告诉警衡中心 然后呢 钱台就说 你就再扫一个下那个 入川的那个二维码 然后在那上面填汇报资料 顺报就行 然后我就扫了二维码 就像我说的 我星期 我第五天的时候 就把资料上传上去了 后来呢 然后我又发现呢 那个中介就跟我说 说那个 说你这个 我把那个资料 报备的资料上传上去 以后我就截图发给中介了 我说你看我已经报备了 我已经在那个 二维码上把地址都改过来了 然后中介一看说 哎呀你这个地址不对 你这个地址前面还应该加上 因为我写的比如说成都 什么什么路 什么什么楼 然后就单元门号什么这个呢 然后中介说 你应该补上那个 景江区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社区 还有 还有一个社区名字 然后那个门牌号码也不对 因为我填的那个门牌号码 是他房产证的那个门牌号码 但实际上那个 大门上的那个号码 跟那个房产证的那个 门牌号码多了一个零 就是他中间多了一个零 所以我还得把那个零加上去 然后我说好好好 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我就改那个地址 又改了两遍 这样子 然后我最 所以我把这个地址改好 就已经是第六天的早上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后来就给那个疾控中心 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 对 第六天早上了 然后我接着讲 第六天早上呢 我就 开始 我把这个地址一报备过去 我就给 我就给那个 我们这个是春西路街道办 我就给春西路街道办打电话 我说那个 我说 我今天是第六天酒店隔离 那么明天是我的第七天 明天我就要离开这个酒店了 你们能不能派车过来接我 因为这个是我事先问过前台的 我说我第七天 结束隔离的时候 我是怎么走 然后前台就跟我说 那个 你放心 到时候 社区的人 你住的那个房子的 社区的人 会派车过来接你 我也不知道 这只是成都的这个 这个这个规定 还是说全国其他地方都是这样 反正我所在的这个成都市 它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在结束七天的隔离之后 要社区的人派车来接你 然后你才能够离开这个隔离酒店 然后这里面 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点 就是国家的政策里面 其实是没有这一条的 但是呢 成都这一条 其实我非常理解 制定这个政策人的 他的最初的想法 就是说这样的话 你减少你自己去打车 或者是坐公交车 会造成的可能性的那种感染 因为你不是还要三天去一家监测吗 还不能够 虽然你这几天都是阴性 但是万一 比如说你到第八天 或者第九天 你突然阳性了呢 对不对 所以在那个三天居家监测 结束之前 你都还是皇马 你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所以呢 让社区的人开车来接你 把你送到你的目的地 这本来是一个最安全的方法 就是政策的制定人 他是这么想的 他这个初衷是好的 但是再一次的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后来就因为这个车的事情 搞得我都快疯掉了 因为你这样一来的话 就变成我没有办法再 明明已经可以离开酒店 可以自己打车去 我租住那个公寓的 这么一个情况下 我就变成我没有办法走 只要社区不派车来接我 我就走不了 你明白我意思吗 我现在马上时间又要到了 但是我现在才讲到第一个坎 后面真正的坎还没有完全到来 但是从这一个 从这第一个坎 大家就已经可以看到了 我不知道是四川省还是成都市 制定的这个政策 就说七天的集中酒 集中隔离 在酒店隔离结束之后 实际上国家的政策是 你这你就可以自己 乘坐交通工具 或者是打车 或者是你家人开车过来接你 然后到你居住的那个地方去 开始三天的居家监测 但是到了实际的执行 而且还是在成都市 我说了成都市的防疫工作 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就变成了 如果街道办不给我派车过来 如果这个社区不给我派车过来接我 我就走不了了 我就 我拿着这个黄码 我哪也去不了 而且隔离酒店的 还有龙泉义的疾控中心 这里也不会放人 因为疾控中心这里得到的政策就是 必须要社区 你所居住的那个社区的街道办 派车过来接你 你才能够离开这个隔离酒店 否则你不能走 好 后面我要接着讲 后来在社区没有给我派车的情况下 我是怎么样侥幸 非非常常侥幸的 离开这里 但是再一次的 社区没有给我派车 后来我自己到了我居住的这个地方 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为什么 因为国家政策规定的就是 你在七天的隔离结束之后 你就可以自行离开 OK 但是到了下游对策的时候 就是我街道办不想让你过来 你就过不来 后面具体发生了什么 还有我是怎么侥幸逃脱的 合理合法的侥幸逃脱了 请看我的第三集